锤吊猪天 第二卷 第十八集 杀 宫营无主 古琪的声音不断地回荡 震动山河 所有人都是一愣 而后觉得古琪疯了 你该死 一位碎星镜陨落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这件事情因为枫阳与李霞两个人而起 哪怕两个人的尸敦是一位不死镜 可也绝对少不了责罚 同时两个人还有点窃喜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击杀了一位碎星镜 这下可就是铁案了 谁来都没用 杀了他 风扬大吼 其余碎星镜舞者也是纷纷动手 一击击杀了一位碎星镜 其余九尊碎星镜可不敢大意了 什么丢人早就抛之脑后了 此时九人明白 眼前这一尊凶徒一击击杀了一尊碎星镜 尽管有那尊碎星镜强者大意的因素在里面 可却不能否认古其的实力 死 九尊碎星镜强者同时出手纷纷爆发权力 想要一击必杀 石队营 随我杀 吕布面目争吟 仰天长笑 杀 一位为石队营的天地境巅峰强者 合纵连横 气息宁为一体 刹那间形成了一头黑色巨虎 只是下一刻 正准备拼命的吕布却是呆若木鸡 傻眼地看向了远方 不仅仅是吕布 就算场中其余之人 也是纷纷地张大了嘴巴 当 九道碎星镜的权力一击 足以斩杀一尊同境界的强者 只是九道公鸡临近古其的时候 不见古其有什么动作 身躯之上浮现出来一层 薄薄的血红色的光照 九道公鸡落在这一层 看似弹指可破的光照之上 犹如是遇到了一堵 隔断天地的屏障 落在了这道屏障之上 光照一丝一毫的连衣 都没有掀起来 这怎么可能 李霞的脸色惨白 九尊碎星镜全力一击 却连对方的护体光照都打不破 该死 他隐藏了实力 果然是图谋不轨的 妖族余孽 到了这个时候 封阳还依旧不忘 给古其的头上扣帽子 心思恶毒 下一刻 一道人影 自护山大阵之中穿过来 迈步进入这一片空间之中 惊天的气息瞬间爆发 惊动了整个宗门 功赢无主 实罪营众人 纷纷地单膝跪地 一如当年 吕布的心中 也是松了一口气 随即充满了担忧 辛苦你们了 有冤抱冤 有仇报仇 古其 杀了他们 一个不留 北风踏步 身躯拔高 声音如同天威 震慑巴荒 咕咕 古其也是露出了 猙獰的笑容 狠狠地点了点头 而后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贯彻北风的命令 孤 下一刻 古其的身躯扭动之间 一柄血红色 充满惊天杀意的血剑 被古其缓缓地 自虚空之中抽出来 当这一柄血剑 在被一点点地抽出来的过程之中 一缕缕仿如来自 九幽的血色的光滑 映照了无尽的大地 一道笼罩了 数十里方圆的圆形光环 充满了玄傲 无数的浮温扭动 自古其的身下浮现出来 古其再无丝毫地顾及 爆发全力 一股不幻境巅峰的气息 忽然爆发 震惊天下 作为于北风 清定了契约的古其 本身的天资战力不用多说 更为重要的是 北风与古其之间 不管是谁强大 皆是会反补对方 按理说 反补不足以让古其达到 与北风同等境界的程度 可是北风的底蕴太过深厚 尽管只是一部分反补 也将古其推到了这个境界 两者尽管都是不幻境的巅峰 可实力相差却是巨大无比 北风足以弹指间 击杀同境界武者 古其的血剑惊天 杀伐之意 直接引动天象变换 古其手持血剑 气势滔天 无人见古其出手 可下一个瞬间 一道剑气爆发 剑气承住 高达数千丈 直接倒下 无可匹敌的大师 周围的刑法殿武者 拼尽了权力抵抗 可是不亚于是唐臂党军 不 上百位修为在封地镜 碎星镜的武者 只能够眼睁睁地 看着这一道建筑倒下 身躯轰轰崩溃 一击之下 无一幸免 雄威滔天 古其环顾八方 没有一个人 敢与其对视 疯了疯了 这些人都疯了 不少围观的武者 心中打着哆嗦 毫不犹豫地 就离开此地 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如此恶劣的事情发生 接下来 恐怕真正的强者 就要降临了 场中只剩下 十对营众人 以及面无血色 惨白无比的李霞 与枫羊两个人 看向那半空中 俊美无比的男子 两个人心中 充满了怨毒 还是这样 当年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明明自己两个人 有大纪元 大造化在身 可面对这个男子的时候 两个人 却是感觉到了恐惧 与当年并没有 丝毫的区别 同时两个人 也是感觉到了 一阵阵的耻辱 不管是当年 还是现在 这个人 依旧没有丝毫在意两个人 连看都没有 看两个人一眼 古其自然不会收手 一步步地向着两个人走了过去 两个人的修为只是星辰镜的巅峰 可是连一尊碎星镜都死在了古其手中 两个人又如何是古其的对手呢 两个人已经吓破了胆子 看着一步步靠近了古其 汗水大滴大滴地滑落 气息越来越压抑 两个人充满了恐惧 连动手的勇气都没有 我师尊乃是不死尽 刑罚店的店主 你想要做什么 风扬色力内忍地开口 不断地后退 古其不为所动 抬头露出了一排锋利的牙齿 而后猛然地挥剑斩落 一道细弱发丝的剑气 瞬间撕裂空间 向着风扬两个人落下 灭出 休得伤人 一个身穿黑袍的不死镜 出现在剑气的前方 开口呵斥 同时黑袍之中 钻出了一条条神经打造 被黑物所缭绕的锁链 直接将剑丝击溃 使尊 风扬两个人大喜过望 躲在来人身后 一起杀了 北风转头看了一眼来人 发觉并不认识 也没有再理会 淡淡地开口说了一句之后 转过头 与山巅的宗长叶 隔空而望 其人太甚 其三思大怒 自己自从修为后来者居上 突破至不死镜之后 谁还敢这样无视自己 死去死路 使尊被激怒了 看你这下还不死 李霞与风扬两个人心中 充满怨毒地想着 古奇持剑 瞬间杀到境前 一剑撕裂空间 空间裂缝向着其三思蔓延 其三思没有在意 一道道锁链破空 直接将古奇所在的一方天地包裹 一道道符纹 在锁链上亮起 阵风八方 不吃 还不等其三思露出笑容 锁链阵风的天地中 猛然爆发出了一股霸道无比的力量 刹那间将之风阵击溃 一柄血剑无声无息的浮现 自空中一闪而逝 被骨骑握在手中 坚韧之上 一滴滴血液 如同无上宝药 浑原如一 灿灿生辉 宛如金石 蕴含着灼热无比的血气 轻轻地抖动着剑韧 将血液震散 古奇自其三思的身后浮现出了身形 没有再理会身后的其三思 古奇向着风阳两个人 张口一吼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